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将在原油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改进和提升 因为在苏联时期由乌克兰与俄罗斯共同负责研发和生产N124的工作 但是由于后来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独立 因此建造N124的工作不得不被迫暂停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N124的建造工作被无限期的延后 但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就N124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所以俄罗斯一直没能重启建造计划 目前由于俄罗斯航空工业的基础好 再加上近年来有关技术难题的突破 军工部门在N124飞机的几个关键部件有了自己的研发产品 并且自主研发出的产品能够取代以前的飞机部件 比如飞机的航电系统 飞机的机体和提供大功率的发动机等等部件 所以俄罗斯能够重启N124的制造计划 而不受原来N124知识产权纠纷的制约 原来的N124在其服役时期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 它有着四台发动机同时提供动力 并且最大起飞重量能超400余吨 而它的常规运输能力也能达到200多吨 随着N124的改进版N25服役部队以后 新版本的N25多次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目前重启计划中N124的翻版 俄方称其绰号为大象 从相关报道的资料中得知 大象的机身尺寸确实比原先的N124确实要大一些 不仅如此 它的运输能力 续航能力 相比之前的N124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相比大象的外形和运输能力上来讲 我国的运耳灵确实显得有些娇小 但就现实问题上来讲 我国的运耳灵已经被研发成功并生产出来 而大象还是计划中和未生产出来的未成品 在这一点上 两者之间就有天壤之别的差距 最终至于我国是否会进口大象 则要等到大象真正生产出来之后 在综合其具体实力之后再进行考虑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或者想看更多军情动态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诸葛小车 一起来探讨国内外最新军情动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